朋友们好,我是老莫 有朋友问天台的那种羊角卷 怎么在家里面怎样做更松软 吃起来这个口感呢不会过年 今天就分享一下技巧 先说一下材料 面粉准备200克 这里呢是家禽小麦打的粉 所以呢颜色不是很白 然后加两克酵母 酵母先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一点 接着准备水100克或者是90克都可以 和好的面团呢不能过软 一定要稍微硬一点 这样支撑起来才好看 再者和面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水分揉匀 不然它发酵的速度不一样 揉好的面团像画面中这样 比较光滑没有干块 然后包起来发酵 另外要注意呢 包的时候一定要完全包裹盐 如果不包盐一旦分干 咱们做好之后里面会有硬块也难免 接着准备150克糯米粉 记得千万不要加别的东西 然后呢也不要用开水烫面 咱们准备红糖水 来和面 这红糖水晾凉 然后这个水量呢是110克 稍微多一点 和好这个面呢 要稍微的柔软一点 这样比较好擀 如果和得太硬 很容易散 咱们做的时候呢就不方便 而且做好的效果也不好 糯米面团和好之后 只要睡匀就可以了 同样需要把这个面团包裹起来 如果不包 同样会风干 而且这个水分流失会比较快 包好以后和另外一块面团放在一起 等另外一块面团发酵完成 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大家可以看 状态呢是两倍左右 1.5倍都可以 尽量呢不要让发面发过 如果发面发过的话 咱们新手呢 后面制作 不容易 另外咱们揉面的时候呢 也不用特别精细 包括咱们自家做馒头 稍微揉一下 表面有点光就可以 并不是说 把所有的面揉的特别光 才能把馒头做好 面团揉好之后 直接用擀面杖来擀 擀的时候擀成长方块 不要擀圆的 擀圆的后面不好操作 擀好以后呢 这个厚度要注意一下 不要偏薄 大概半公分 也就是五毫米左右 擀成画面中这样 然后呢 咱们取出糯米面团 这个糯米面团 在擀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会比较粘 包括擀面杖和案板 所以呢 一定要撒上糯米粉 同时另外一块面 也要盖起来 防止风干 擀之前 这个糯米面团呢 一定要沾匀糯米粉 擀至途中也是一样 中间也要撒粉 不然它会粘得很厉害 擀好的形状 和咱们那个面片 差不多稍微小一点 不要一般大 稍微留出一点边 然后在卷的时候呢 把前面稍微捏一下 然后卷大卷 千万不要卷小卷 如果卷小卷的话 做出来这个样子呢 不太好看 同时卷到一半的时候 停一下 然后转过来 再卷另外一边 这样做好之后 它就有一个仰角的形状 同样还是注意 一定要卷大卷 不要卷小卷 卷好以后呢 直接反过来 然后呢 不要搓 直接像这样捏 捏的时候 下面可以稍微用点力 主要是让它两张面皮 能够粘牢 接着把边上一点去掉 接着像做刀切一样 切出大小相同的剂子 就可以了 切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慢一点 尽量大小一样 这样生坯部分咱们就做好了 前面就注意好 后面的水量就可以 然后呢 包起来 发酵 发酵完成之后 这个状态 和咱们平常做馒头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比较薄 发的会比较快 一定要多注意 千万不要让它发过 如果一旦发过的话 做好之后 这个状态也不好 咱们按的时候呢 能够浮起 有小坑 就OK 再一个 咱们放的时候 像这么立起来去放 不要趴着放 然后直接开水上锅蒸 蒸好以后 它的状态就像这样 类似于羊角 整体的效果就是 外面蓬松 里面比较软糯 吃的时候有点微甜 喜欢的朋友 可以按照咱们前面 说的关键点去制作 做好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